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文字的描述 或许大家不是很清楚 大家可以看一下旁边这个图 它是由五张图片组成的 分别是背景的四张图片和一张哈喽图片 如果光看这张静态的图大家无法理解的话 我将为大家做一下动态的演示 稀稀的解释一下什么叫Belit 在这里我将为大家图解一下Belit的原理 首先我们在内存中已经加载好了几张图片 然后接下来我们想把这几张图片都放在一个screen里面 我们将使用到这些Belit的功能 我们可以把这些图片按你想要的罗列方式 然后在这张screen里面显示 任何的方式都可以 这就是Belit的大概原理 在后面的代码讲解中 我将为大家介绍如何使用这个功能 如何开启它 还有设置它的一些参数 接下来进入这几课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关于它的代码 首先我们既然这几课的主要内容 是关于讲解SGL的一些功能 首先我们需要在投关键中 把SGL的投关键包含进来 我们既然已经包含了它的投关键 所以我们在底下 使用就可以使用SGL的一些相应的函数 你可以在前面输入SGL 然后接下来它会显示出一堆选项 在接下来的这些选项中 你可以选择你需要的一些功能 我们既然已经把SGL的投关键包含进来了 我们就需要为我们的这个显示图片 设定一个窗口 为了防止这个窗口被大成更改 我们使用Cost的长量 用这个Cost来定义我们的这些窗口的长宽 还有它的位数的时候 我们就相当于把它定义成了一个长量 虽然长量的话 我们就没法在我们的函数中对它进行更改 在这里我已经设置好了我们所需窗口的长宽 还有它的位数 在这里我首要为大家说一下它的位数 为什么我们的位数要定义为32位呢 这里就要关于这个进行一下讲解 首先设定32位是因为我们的图形化操作系统 默认都是用32位色的 这32位色分别代表什么呢 它分别代表四种颜色 每种颜色各占8位 一共是32位 这四种颜色分别代表红色 绿色黄色还有ALO PHA混合色 我们已经设置好了它的窗口的大小 还有它的位数 接下来我们将为我们的所要加载的表面来开辟一个空间 在上节课中我们已经为大家介绍了 如何为它开辟空间 我们需要利用到指针 首先我们输入SBL 表面 然后我们需要用指针定义 所以我们需要用星 然后指针 比如我们需要用到一个message message 然后等于 在这里面我们为什么要设定NULL呢 是因为我们初始化了一个指针面量 我们刚开始并没有为它复制 为了防止内存泄漏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给它附了一个空值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优化表面这个操作 首先关于优化表面 它也是一串代码 可以反复的用 首先我们需要用到sdl server 然后后边一个loud image 然后括号里面我们用到了strange这个字符串 既然用到strange字符串 所以我们需要在头关键中 把strange包含进来 接下来这里面只有一个变量 fail name 就是我们需要加载的 需要优化的这个图片的名称 首先我们需要用到 仍然是sdl server 然后我们都是以指针来定义它的 所以我们需要定义一下 比如这里面我们定义一下 lood ima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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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 lood image 然后定义为空 然后下一步也是sdl 我们需要用到两个表面 一个表面是我们需要 一个表面是我们用于加载的临时空间 用于加载一个图片的临时空间 然后另一个表面是我们优化的图像 实际使用的那个图像 sdl server 然后我们把实际使用的图像 命名为 optimatch 其实这些都是命名 你可以自己命名 但是为了清楚我们使用这样的命名 然后大家会看到接下来的这些代码 这些代码就相当于是一个套路 我们只要按照这个套路来 就可以完成它 关于这些美行所指的含义 我为大家叙述一下 首先这个fail name 可能刚开始我说它是一个 就是我们所命名 它确切的是指 我们需要加载的图片的文件路径 然后这里面我们设定的lood image 是我们加载好图片后得到的表面 然后这个optimacy的image 是我们最终使用的那个表面 就是我们已经优化完了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使用的lood image 这条函数 它的功能是加载图像 就是把我们这个图像加载进来 加载进这个优化的一个功能 但是我们所加载的图片 它并不能够立即使用 是因为我们加载的图片的位数 可能与我们窗口的位数并不是一样的 我们一般加载图片的位数都是24位 而窗口的位数是32位 我们将一个低位数的或者不同位数的图片 比例的到另一个不同格式表面上 是一个比较消耗时间的做法 因为我们这样的话 sdl就会为它进行一次临时的转换 这样的临时转换会使我们的成绩效率降低的 然后接下来optimate the image 就是我们这个命名 然后我们需要加载这个图片 就相当于创建了一个优化了的图像 我们既然已经创建好了一个优化好的图像 就是把我们之前的那个图像优化之后 那我们需要释放掉我们 就是在前面的这个临时空间里面所存放的图片 然后接下来的使用就是使用我们在 optimacity image里面的图片 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图片是否加载成功 那么我们需要用到eif指令 eif就是我们的图片 老子里面也指如果它为空的话 我们看不到它所返回给我们的信息 所以我们使用如果它不为空的话 我们就要用这条指令 假如它为空的话 我们将返回一个 就是当它不为空的时候 我们执行这两条语句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假如我们没加载成功的话 它自动会返回给我们一个空值 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我们使用了sdl display for more的这条指令 我们使用它 我们用这个功能 它的功能的目的是来创建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拥有同样格式的 拥有你与你之前同样格式的新版本的图像 之所以这么做呢 是因为当你尝试将一个表面 粘到另一个不同风格的表面的时候 sdl会自动转换它的格式 使它们具有相同的格式 而在每次比例下时 都创建了一个转换后的表面 会浪费机器再处理能力 并降低程序运行速度 由于我们在加载表面的时候 已经将其格式转换好了 所以当你再加载图片在表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为它节省一定的空一定的时间 在前面我们已经为我们的图片进行了表面优化 接下来我们将使用到一个表面比例的函数 然后这些相当于是它的函数体 这里面的功能 功能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 它需要传入的参数分别代表比例的坐标 比例的原本表面 还有它的目的表面 首先我们将偏移量保存到sdl rate中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sdl比例的suffer 只接受sdl rate中的偏移量 我们定义了sdl rate的offset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最重要的只是关心它的x和y 因此我们定义了xy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sdl比例的suffer 来执行我们的表面比例的 现在我将为大家讲解一下sdlsuffer里面的 这几个代码的含义 首先第一个代表是我们要使用它的原表面 而第二个参数我们并不要关心它 只要给它设一个空时就好 第三个参数是我们将要比例的的目的表面 而第四个参数是保存了比例的目标位置 关于sdl比例的 它具体参数如何设置 比如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将如何找到它 我们可以这样的sdl比例的suffer sdl比例的suffer 然后在这里面我输入括号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后面 它就会为你讲解 我们需要传入的变量的分别代表什么 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就相对于比较简单了 因为我们在第一节课中已经大概的为大家说了一下这些指令的含义 首先我们在主含书中有一个sdl in it 它的功能就是初始化sdl里面的所有子系统 这些子系统分别包括视频音频计时器等 它们都是用于构建游异的独立引擎组件 虽然我们可能用不到这些子系统 但是我们把它们都启动了 对我们的整体程序没有太大的影响 接下来就是设定窗口 需要现在我们创建了这个窗口 并获取了窗口的指针 我们就可以比例它图像到窗口上了 就可以把我们那个图像显示在这个窗口上了 在这里面我们用了一个if语句 它的目标就是为了判断我们是否已经成功的导入了这个图片 如果出现了问题的话 它将返回一个-1 就是空值 在下面 这个内容是比较新的内容 因为在上解课中 我们并没有讲解这个内容的含义 这个内容是在比例的里面用到的 它是分别设置我们这些图片的位置 这些位置呢 我们一会儿将会为大家讲解一下 在SDL里面的坐标 它是如何展示给我们的 在这里我将为大家说一下SDL里面的坐标系 大家看这个就是SDL里面的坐标系 它并不同于我们一般在我们正常就是我们数学上所学的那个坐标系 数学上我们所谓的坐标系它是这样的XY轴 然后它的偏移量分别是这样的方向 而在这里面我们SDL的坐标系和我们学的是正好相反的 它相当于是把半轴的负半轴作为它的正半轴延伸出来的 可能大家刚开始看的时候会不太适应 我相信大家在学习一段时间之后会 对它的应用会比较了解 会熟悉它 在这里面我们设定了一共有五张图片 其中四张是背景图片 就是我们最开始所看到的 就是我们最开始看到的这个后边那种蓝类相间的这种背景颜色 而对于这个 它所设定的是我们中间那个Hello的图片 后边的代码我们在上几个中已经非常熟悉了 这个是刷新我们那个表面 如果我们不刷新的话 它只是一个精彩的图片 我只是为它设定了一个异服语具 为了防止它出现错误 给我们返回一个值 接下来是sdldelay的 它是为我们做一个延迟功能的 它是千分之一 相当于它是延迟两秒 可能两秒对大家来说时间比较短 我为大家多说点时间 这个时间是随意的 接下来我们就是需要 我们结束了这个程序 我们需要释放它在那个中的空间 我们需要释放它的背景图片 还有它的那个Hello的message 接下来就是吹出我们的sdl 接下来我为大家运行一下 刚才咱们一起写的代码 然后它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图片 这后边的四张分别是它的背景图片 还有一张Hello图片 为了更清楚的帮大家 更加体会一下 在sdl里面坐标 我们可以改变一下 刚才是300我们改变成200 然后这个数比如我们改变成100 然后我们看看它有什么变化 这个图片往左往上了一下 因为它的坐标是相当于横轴是x轴 而纵轴是y轴的副板轴 所以我们改变数的话 它将会往上移动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发文件给我 接下来做一下总结 在这节课中我们主要只为大家讲解了一个话题 优化表面的加载和比例 课下的时候 大家可以自己实际的操作一下 可以改变那些变量的名称 或者变量的数据 来体会一下 在sdl里面坐标轴的含义 它的坐标和实际坐标的差别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